各位好朋友,我是立法委员林俊宪 今天来跟大家来谈 中国在国际社会 由之前几乎是全世界经济的梦想土地 到今天几乎变为全球公敌 到底当中发生什么样的一个转变 我们一起来看看 邓小平开始来发展中国的经济对外开放 一时之间全世界几乎蜂涌而至 每个人都认为未来全世界的经济机会就在中国 所以全世界都产生了中国热 中国成为世界的险学 你一定要了解中国 几乎当时世界最热门的话题都是中国 但时间来到了最近十年就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过去邓小平最厉害的中共最可怕的政策 就是韬光养晦劳恶恶主义 也就是中国不争世界霸权 我只要赚钱 我只是要发展经济 中国要慢慢发展实力 在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它的时候 偷偷地壮大自己 但是表面上不跟大家来展现它的野心 那这样的一个政策其实是很厉害很可怕 让全世界就忘记共产党的本质 对中共可以说是降低了防备之心 等到中国的经济壮大起来 最近几年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后 中共的整个政策就一个大转向 习近平上台以后就学毛泽东 不只中国人民站起来 现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那原本其实很多国家都跟中国非常要好 那短短几年 看现在中国已经几乎变为全球公敌 这当中我认为有两个很大很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当然就是习近平的原因 尤其2018年当习近平创改了祖宗家法 中国领导人十年一任 就五加五 然后隔代指定接班 不连任 但是习近平要当皇帝 他要当到时 他不是要当时宁 他要当千秋万世 当他出现这种帝王思想的时候 那全世界就警觉到 中国习近平会不会是个威胁 再加上他采取的政策 已经不是韬光养晦了 这根本就是跟大家要硬着干 第二点就是武汉飞 除了因为疫情 世界的政治经济有很大的重整以外 更让大家注意到中国的威胁 我举几个例子好了 我们台湾人常常看到的 《环球时报》的胡大总编辑 这个胡总编辑 他担任《环球时报》这个职务 从2005年就开始 但在过去你不会注意到他 从习近平上台以后 这位胡总编辑就很忙碌 经常三天两头他就要出来 而且他一开口都是很难听的话 四家欧北呛乡 他讲的那句话大概跟地皮流氓 在街头向外 大家忘记说话 说话就差不多了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职业外交官不能讲他那种话 这位胡总编辑就是执行中国所谓的战狼外交 那他可不是胡乱讲话了 胡总编辑如果胡说八道 早就被换掉了 他讲的话就是北京要听的话 就是习近平要他讲的话 习近平曾经在中共内部的会议直接点出 宣传系统要学习胡习近 学习这位胡总编辑 可见他的表现是深得习大大的欢心 这刚好跟我们看着相伴 我们会觉得你来帮人家消告出来 你要欧北不已 那不对 所以中国有没有改变外交路线 你只要注意看 这只要胡总编辑没有事业 那你就放心 中国继续在搞这一套 如果两岸问题是民进党搞坏了 那么全世界的压力就会在民进党的身上 就会在台湾的身上 但是呢 现在跟中国关系紧张的 几乎每个国家都是 所以呢 台湾没有错了 对两岸问题的 症结点不在台湾 都在于中国 我举个例子 韩国日本为什么反中国 你整天说要和平日本 日本人听了心里怎么感受 例如韩国 韩国当时装设萨德飞弹 中国开始抵制韩货 打乐天 甚至呢制裁韩国的民心 就因为韩国去装了一个萨德飞弹 但萨德飞弹是防卫性的武器 那韩国为什么会去装萨德飞弹 主要是因为北韩四射导弹 发展核子武器 四射导弹的北韩 你中国不管它 你反而来制裁南韩 你说韩国人怎么会不讨厌你中国 例如过去 跟中国没什么恩怨的 你像印尼 在印尼的一个那头那群岛 中国经常有武装渔船去骚扰 因为它也在南海的范围里面 中国对南海的野心 大家都知道 你搞到印尼政府 印尼人民都非常的气愤 你看马来西亚 中国的军事飞机骚扰台湾 它连马来西亚也烧了 你知道吗 马来西亚虽然没什么空军 它再怎么勉强 它都派两架教练机冲出来 冲出来警戒 冲出来驱离 那你看菲律宾 菲律宾的杜特地总统 以前最轻忠的 但是呢 菲律宾政府最近宣布 第一个 重新恢复 允许美国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 杜特地当时当选 他都呛吓美国 他说他绝不再让美军回来 但现在杜特地的态度大转弯 他让美国的海空军 可以再重新进出菲律宾 另外 菲律宾竟然要花大钱 那二十几亿的美元 要去买F16V战斗机 菲律宾以前 不需要搞这些东西 他已经可以说是财务非常 非常拮据了 但是还是要花大钱 在充实他的空军力量 为什么 因为菲律宾也感受到 来自中国的威胁 所以到底是谁 搞坏了跟全世界的关系 欧盟以前是非常 对中国 可以抱持着希望 因为全球化以来 欧盟赚最多钱 尤其像德国 法国这些 德国亲中也是出名的 但现在德国派军舰到南海来 参加美国的军事演习 法国 英国更是 我觉得中国最厉害 最愚蠢的 就是他竟然可以搞坏 跟德国的关系 他连瑞典的关系都搞坏了 瑞典是世界上 大概非常出名的武装中立国家 但是他跟中国的交往 可以说是非常的 我的感觉是非常的真心 真的把中国当成朋友 不只在经济上 瑞典也提供中国很多 非常高科技精密的军事工业技术 现在中国大骂瑞典 就为了观光各个冲突 中国的民族主义就烧起来 小粉红就狂骂瑞典 所以现在瑞典很讨厌 很讨厌中国 那大家要知道 民主国家 政治人物和政党 一定会考量到民意 民意怎么走 几乎世界各国的人民 现在对中国的印象都很不好 尤其像中国在新疆种族的灭绝政策 像欧洲人就非常重视人权 这之前才会产生 西方一些服装的大品牌 拒绝使用新疆棉 中国小粉红就装狂 通通去制裁 大家要看的转变 不是两岸关系的转变 你要看中国跟全世界的转变 所以 如何去检验你自己的国际观 我常说 像国民党 他已经没有国际观 他只有中国观 也就是他的国际观就跟着中国走 中国怎么看这世界 国民党就跟在后面 美国总统是谁 已经不是那个总统个人 或者是他的政党问题 这根本已经是两个国家 两大国之间的 国家战略的直接冲突 不管谁当总统 哪个政党执政 你都要考量到民意 在美国民意 你看 测验出来 跟西方主要国家 都差不多 大家都极度讨厌中国 有谁会整天看到有人来给你指着鼻子呛响 威胁你 恐怖 动不动就要制裁你 你会愿意接受吗 那这样跟你凶案 你心里也一定觉得不舒服 那有中国这种风格外交的帮忙 就台湾现在在世界 地位当然大幅提升 跟中国的关系不好不是台湾的问题 是中国自己本身跟全世界都搞坏的关系 那这个态势已经很明显了 你看看明年度就即将来到2022年 几乎亚洲周边国家都增加了国防预算 不是只有台湾增加 中国身为一个区域大国 你其实你的责任应该是作为 整个亚洲稳定的一个重要核心 结果今天反而中国是一个 主要威胁恐吓麻烦的制造者 所以我的主张是 中共不倒台湾不会好 中共不倒中国也不会好 那中国不好全世界也不会好 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 台湾其实我们最需要的一个共识 应该是反共 我也认为在台湾不反共的政党 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 不敢反共的政党在台湾不会执政 我们就来看看 中国如果态度不改变 全世界抗中 就是把中国围起来堵中的态势 绝对会越来越严厉